多謝大家回到AskKendiff 我是教練Kendiff 亦都是WNBF Pro的運動員 亦都是加拿大的Master舉重運動員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訓練紀錄 我們由9月1日開始訓練的紀錄 開始講起 我不知道大家訓練的時候 會用什麼去記錄自己的訓練紀錄 我會用本寶 用紙筆去記錄 然後再入Apps 9月1日我訓練了什麼呢 9月1日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差不多是接近我的1RM測試 我自從7月中去了 舉重一個Master的National比賽 拿了冠軍之後 我就沒有做過任何的1RM測試 就在9月1日做了一個測試 我做了255磅 就是115.9kg 我會從225開始做去 然後235 然後250 然後255 1次 然後我跟自己說 不行 一定要做多一次 255 終於讓我做得到 我覺得 有什麼改善呢 由上一次比賽到現在 我覺得我的drive 我的leg extension 升起指巴的高度 是有改善到的 我就想什麼呢 我就想 Power Snatch 高一點 然後下去摺著指巴 還有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如果我 我就不找一隻手頂著指巴 我就加上一隻腳 去撐起個人 就是變成 在做squat的時候 大家做squat 落到最底 馬上回來 有多有效 又真是多有效 我自己的技巧 就是我 這個performance 真的做得到 我想 我要求的東西 OK 或者我希望的東西 做完一個 Heavy Snatch 之後 當然 就是 不少得的 clean and jerk clean and jerk 我就會由 295開始做起 134kg 出來的效果 都不差的 295之後 做到300 136kg 看上去都OK 分腿的時間 快的 腳是快的 低高 前面那隻腳 後面那隻腳 盡量 slide 貼著地下 slide 然後300之後 做305 試舉 不行的 不要緊 因為我total snatch 就是115 再加上 clean and jerk 136kg total 251kg 其實都挺好的 因為我正式的比賽 是未試過多過240kg 我希望下一次比賽 我能夠多過240kg 現在251kg 都是一個很好的記錄 還有一個Heavy Lift 到星期六 9月2號 做Pass Snatch 再加三下 Over Escort Over Escort 我是最害怕的 以及最難做得好的 OK 你都看到我 我會帶上 Wid Support 有很多人 舉重的時候 都說 Compain手腕 很痛 其實會有的 會有這個情況 如果你覺得 手腕有很多 Pleasure的話 就帶上 手腕的Support 就會好很多 OK 沒有辦法的 一定要 對自己 懂得 懂得 保護自己的關節 OK 星期日 就休息 好了 到星期一 9月4號 就做Power Snatch Below The Knee OK Power Snatch 我會做Hanging OK 做了4-7兩下 185磅 然後 先做Hand Snatch Below The Knee 做225磅 我其實心想 做了4-7兩下 185磅 我還有沒有力 做225磅 但出來的效果 又比我預期中好 變成我miss的機會 其實都miss很少 225磅 我是挺滿意 當日的表現 所以Warn Up多些 不代表會消耗了我的體能 很明顯 OK 接著做完 sorry 5-7兩下 做了5-7 十下25磅 然後再做Fund Squad Fund Squad 我做了RPE9 目標是 做Fund Squad Fund Squad 我做了RPE9 目標是 355磅 之後再Back Offset 做3-1兩下 3-1-5 Yeah Fund Squad 其實我很喜歡做Fund Squad 我自己喜歡做Fund Squad 多過做Back Squad 不知為何 因為我很喜歡做Fund Squad 雖然Fund Squad 是很難掌握得到的 和很難做到一個Fund Rat 但是 我覺得我是 喜歡這件事 雖然 Fund Squad可以做重一點 但是我 不一定要做很重的 做Way Lifting 我想我要Focus 為什麼我喜歡做Fund Squad 因為 我很想做好Clean 之後再做Clean 我知道目標是 不是為了 Lift重 而去做Fund Squad 而是希望可以在Clean 做Fund Squad 去進步得更加好 接著到9月5日 9月5日做什麼呢 金螺 snatch balance Top Set 做到245磅 其實245磅 如果大家看到 其實我會做 Overhead Squad rather than snatch balance 接著 做完 snatch balance 之後 就是做snatch 我從205開始 215 接著225做上去 接著就做 Jerk 從The Wreck 做 兩下 265 之後做了 兩下 275 275 即125kg 其實這是我的目標 其實我一年前 我沒有想過做 可以做兩下 275的連續 做兩下 其實是難的 真的難的 你不要以為 那些 世界級的運動員 做 其實我現在做的是 世界級的女運動員 的重量 你不要小看重量 其實 我不知為什麼 這個重量其實真的重 對我來說重 但是我相信我是可以做到 140的 我是心裡邊 我是這樣想的 140 我是一定要做得到的 OK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再看下去了 9月5號 就做clean Jerk 我做了 5 set 275 即125kg Jerk 仍然都是 兩下 連續兩下做的 難的 因為其實難在哪裏 首先 做一個clean 你要clean得好 clean得不好 你的呼吸不暢順的話 你是做不到Jerk 我試過 afterclean之後 人是 暈一暈 是真的站不定的 或者很難呼吸 很難呼吸 你做不到Jerk 做完第一個Jerk 落下來 那一下 如果摺得不好 你不用只意想下一個Jerk 沒有可能做得到 所以每一下都要很Focus 連摺都要摺得好 才可以再繼續去做 下一下 這個是一個技術 怎樣去摺一個weight 是一個技術 接著到星期五 9月8號 這個又是這樣的 不過我是幾自豪 因為我 是有進步的 我目標是做 4 set 2下 2 2 5 我第一下錯過之後 全部沒有錯過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基本上整個星期 訓練量 intensity 是很高 很高的 但是我都處理得到 其實我是幾開心的 那個訓練量 再加一個intensity 加起來 都是啦 snatch 我是想 power snatch 去做的 盡量撲高支巴 撲高一點 盡了 然後才下去 get under 就不是去到這裡 這裡沒用的 一定要將支巴 提高一點 elbow up多一點 還有呢 想到一件事 按支巴 埋伸 盡量保持著支巴 埋伸 不要被支巴 離開自己 太遠 這件事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還有 保持著用腳 一路dryve 你見到我的腳 是沒有什麼 離開地下的 基本上 是沒有的 是不斷踏開 少少的 我是不會 好像其他運動員 那樣 蹲起離開地下 然後蹲下去 我就不會做這件事 我的腳是貼得很接近地下 去做的 這件事也是 在學習中式的舉重方法 即是我們做中式的舉重方法 就叫做 但是呢 snack做得好 但是最慘就是 cleanager cleanager 本來呢 目標是做三set 三set 最終我做到舊set 但是呢 真正做到 是做到三下 三下裏面還有一下 我是叫做滿意一點點的 因為我是 其實挑戰自己的 本來我是做二七五好地地 應該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自己 這個問題 希望可以挑戰更大的重量 做二九五 所以呢 就會miss了這麼多 其實 我連續了兩下是成功的 但是之後miss了四下 我想 其實我自己跟自己說 不如放棄吧 不要做了 但是 我坐在這個重量上面 做了三下心呼吸 集中 再做 又讓我搞定 是的 就是這樣 有時候的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呼吸訓練 對於運動員很重要 好了 接著到星期六了 我做snatch 做70% 因為呢 之前星期五呢 做一個大重量 變成星期六呢 我就不會做大重量 會做相對地 輕的重量 做70% 變成了snatch 都是比較容易一點的 容易一點的 做一百九十五的 輕輕鬆鬆 做完去 接著做behindernet behindernet 做75% 但是呢 連續做三下 但每一下做完之後呢 我會是lock out 兩秒 達成one 達成two 然後才 wreck回接把去做 我做了四下 三下 二四五的 相對地都是輕鬆的 OK 這樣 之後做squat 做五下兩下 一六一 然後完成這個星期的訓練了 OK 多謝大家陪我一齊去看一下 就是回顧這個星期的訓練紀錄 希望可以 我以上的提示可以幫到大家 接下來這個星期去做訓練 Peace 字幕志愿者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會選擇 我們有一個最大的採訓 我們在一起 一個星期的訓練 一方便 我們會選擇 我們的星期 我們會選擇 做個星期的訓練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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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